大家好 歡迎收看891汽車單元 買車小幫手 而我就是你的買車小幫手 佩佩 小改款CORACORUS終於登台啦 除了不上電子手煞車以外 既然還全車系大降價 簡直是不給其他車活路嘛 如果你已經鎖定購入新款的CC 那就一起來看看 哪一個版本最值得入手吧 CORACORUS小改款之後 同樣維持7種等級 包含了3款汽油跟4款油電車型 而全車系價格都有調降 其中啊 降最多的是油電豪華版本 比改款錢少了7.6萬 連帶也讓它跟汽油版本的價差 從原本的5.6萬縮小到4萬塊錢 那這次除了頂規再度壓到百萬以內 就連車系的入手價格 也同步回到了七字頭 哇 這樣呢 甚至比最貴的YARIS CROSS還便宜耶 沒想到啊 穩居銷量龍頭的CORACORUS 小改款加配備之後呢 價格既然不增反減 論性價比又更吃香了 小改款CORACORUS依舊提供了1.8升汽油 跟1.8升油電兩種動力選擇 輸出都沒動 唯獨油電動力把滅氫電池改為離電池 充放電的效率更好 重量呢也更輕 四款油電車型呢 都比以前少了15-25公斤 連帶也讓油耗表現全速提升 統統佔上每公升2-3公里以上的水準 相較之下 汽油車型的車重輸出都沒有改變 但油耗表現卻退步了 雖然說啊幅度不是很明顯 但一來一往之下 節能性跟油電車型的差距變得更大 再加上啊小改款之後兩者售價又拉近了一些 本來擔心啊油錢補不回駕差的餘率變得更小 所以啊我可以很直接的說 小改款CORACORUS直上油電車型就對了 欸既然確定要選油電動力了 那我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四款油電車型彼此的差異 外觀部分 小改款CORACORUS換上全新的淺保感造型 進氣壩融入了零格設計 而左右進氣孔更明顯 頭燈中央呢還有透過鍍鉻式板相連 視覺效果更加現代化 不得不說看起來確實比以前的 鯇魚頭順眼多了 不過啊車側跟車尾啊就幾乎沒有變動 只有油電旗艦換上新款的尾燈組 但其實啊不細看不太容易發現差別 主要就是內部排列方式稍微改變 然後啊再多了一些鍍鉻式條來點綴而已 尾燈四款油電車型都一樣是LED光源 但尊爵以上呢還是有用上一些光條來點綴 看起來更精緻一些 除了尾燈以外 副序列式方向燈的新款頭燈組 同樣也是油電旗艦專屬 其餘車型呢則維持既往 尊爵以上才有LED頭燈跟日行燈 前務燈呢要GR Sport跟油電旗艦才會搭載 另外呢要提一下 GR Sport的外觀跟改款前比起來呢 不能說很像只能說是一模一樣 包含了頭、尾都沒有任何變動 而雖然說啊一樣都有專屬的GR Sport扮相 像是啊更張狂的前後寶桿造型 風巢式的亮黑水箱罩 車頂架跟熏黑尾燈等等 但比起一般車型啊難免還是少了一些新鮮感 全台配置部分 GR Sport呢跟油電旗艦一樣都是搭載18吋旅圈 但是啊小改款後GR Sport車型改搭新款的黑化樣式 油電旗艦呢則是維持既有的雙色切削造型 那豪華跟尊爵版本呢就跟以前一樣 還是搭載17吋旅圈 樣式也沒有改變 車色上一般車型呢依舊提供了 黑、白、紅、銀、灰跟藍灰六種 GR Sport呢則是在既有的四款顏色上 追加了一款奔放藍可選 另外啊也保留了更具個性化的雙色車頂設計 操電的話一般車型的鋪陳跟改款前沒太大差異 只有一些小地方不同 像是啊副駕前方的儀表台 改用真的車縫線來點綴 既有的紅黑內裝配色呢也稍稍改變 雖然說都不是很明顯 但對於提升質感表現來說 多少有起到一些加分的效果 那GR Sport呢就跟過往一樣 有專屬的個性化黑內裝配置 包含了前座頭枕、車肌、引擎起B扭上 都有額外加上GR樣式 另外啊可以提升手感的真皮包覆方向盤 排檔頭同樣還是僅限GR Sport跟油墊起墊才有 配備方面小改款之後 CoraCross終於有電子手下車了 而且還是全車系標配 同時啊也附帶了Auto Hold的功能 這樣啊等紅燈的時候呢 右腳就可以更輕鬆一點了 另外啊已經在Ruffle Camry上面見過的 那組12.3吋數位儀表 現在也下放到CoraCross上 但要到尊爵以上才會搭載 這組全數位儀表呢可以自由切換單環、雙環等不同的顯示風格 看起來更華麗而且具科技性 但因為沒有搭載原廠導航的關係 所以也不能支援顯示導航圖資 可應用的範圍跟顯示內容老實說 並不會比油電豪華的7吋儀表要來的豐富多少 除此之外呢就跟改款前沒有太大差別了 全車系標配Keyless 單區恆溫空調以及9吋車美式多媒體系統 具備Apple CarPlay、Android Auto無線連接以及倒車顯影的功能 另外還有一些比較細的地方 像是排檔座、鋼琴烤漆飾板、行李箱遮物簾 自動防眩車內後視鏡、前座氣氛燈以及感應雨刷 上面這些Lily Coco的配備 全都只有買到最貴的油電旗艦車型才可以擁有 還有原廠有強調 這次有在特別針對尾門內部飾板跟油電車型的 引擎下護板加強隔音的工程 主備的安全部分 依舊搭載符合Level 2標準的TSS2.0系統 包含了全數位的ACC、AEB、主動車道維持 小改款之後呢因為新增了電子手刹車 還多了支援Stop&Go的功能 所以就不用像以前一樣 ACC跟車到停之後還要踩下刹車 前車起步也只要輕踩油門或按下回復鍵 就可以回到跟車的狀態便利性大幅提升 這次也導入了RCTA後方車側警示系統 可以針對後方死角來車發出警示 不過一樣是油電起電專屬 另外像盲點偵測360環境一樣要到尊絕以上才有搭載 這時候就不得不說了 很多便利性配備像是LED頭燈、12.3吋數位儀表我都可以忍 但這種攸關安全的主安系統如果能不分等級搭載的話 我會覺得更有誠意一些 至於被動安全則是維持跟改款前一樣 全車系都是七具氣囊 包含了一具駕駛座西部氣囊 停車偵測雷達也同樣只有車尾兩顆 座椅方面全車系維持合成皮質面料 小改款之後還有特別在椅背部分導入一點類幾皮材質點綴 不過就真的只有一點 主要就是用於提升視覺豐富度而已 那除了油電旗艦有駕駛座8項電條以外 其他版本就都全是手動設定 不過台灣人很愛的後座出風口 中央扶手就都一視同仁全都標配了 空間大致維持跟改款前一樣 數據表現在同級裡算是中上水準 不過要注意的是 雖然說油電旗艦跟以前一樣有配備電動尾門 但小改款之後卻拔掉了主體感應開啟的功能 便利性稍微打了一些折扣 最後小改款CRACOSS到底哪一個版本最值得入手呢 我覺得大家要嘛就買油電入門 不然就直上旗艦 因為它的油電豪華 只要花跟頂規Yazoo Quad差不多的錢 就可以買到大一級的車格 更強更省油的動力 還有完整Level 2駕駛輔助系統 想想真的卡死災 至於貴15萬的油電旗艦 雖然已經接近百萬 但也多了很多它才有的專屬配備 比入門RAFO更划算 所以說啊不管是價格先決還是配備取向 直接考慮這兩個版本就對了 看完了之後 如果對於CRACOSS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大家可以向8891汽車的APP 或是官網找到一鍵尋駕的功能 按下去之後呢 系統就會從上千位的夜代當中 找到三位夜代幫你報價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不用一間一間的去展間問價格 再來因為透過系統轉接 所以夜代不會知道你的LINE 或是手機號碼 既保有隱私又省時間 也歡迎大家可以試用看看一鍵尋駕的功能 我是霈霈 你們的買車小幫手 我們下次見 掰掰